热时间女学生背着包包 走在信义区街头 但她没发现 后方有名男子紧紧跟着 来到娃娃机店门口 男子突然下手 熊抱住女学生 男子使尽吃奶力气 要把人拖进店里 女子吓坏了放声尖叫 在挣脱过程中 还重重撞上了墙壁 还好顺利脱身 而嫌犯一度还想追上 最后放弃转身逃逸 因为热心民众听闻惨叫 纷纷上前帮忙 整起夸张案件发生在20号早上 台北市松山路的一间娃娃机店前 这里人来人往 附近店家也不少 男子为何还敢大胆下手 这名成型嫌犯 觉得女高中生长得很漂亮 竟然就当街熊抱 并把她拖行进入了 位在信义区的这家娃娃机店 女子吓到了放声尖叫 嫌犯往大街逃逸 最后被热心民众合力压制 好险有许多正义哥正义姐合理压住嫌犯 才没让人跑走 而事后警方清查 36岁的陈姓嫌犯 没有相关前科 以大林工为生 当街雄抱无辜女学生 被依妨害性自主罪送办 讯后三万交保 他不然有在那边坐着休息 因为他真的被吓到了 受害女学生 心理阴影不言可遇 而当街生狼抓的嫌犯 只花三万元又重获自由 如今可能继续在外啪啪造 就怕他再度犯案 附近民众恐怕得提告警觉 记者李湘怡 潘嘉宜 陈玄 台北报道 蔡政府官中天 言论自由已死 新闻自由已死 请立刻订阅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